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盘山广进庙每年元宵节都会办理的庙庆活动 除了盘山村民参加顺志 由旅台乡亲刚好返乡带孩子前来客姑求平安 因为妈妈的故乡就在金门 所以我们上次回来已经十年前 今年刚好有机会回来 阿姨跟家里人都希望我们来求这样 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拿一只龟这样 我希望就是我们整个大家都能够和和细细 然后平平安安 然后明年遇到贵人 我们闲天上帝会满足你的愿望 所以每年都会客姑吃平安 起发财金帮助你的财印 凡事前来客姑的信众 都会准备一份金子国品 先向广祭庙的众神明拜拜之后 再来拔杯起菇 只要是醒杯就可以将平安菇 或者是发财金给带回家 阿这就是 可能以前以前的传统 起菇就是菇代表可能是长寿 阿有点灯仪式 这些可能是以前在农业社会 可能就遗留下来 就是传下来的风俗 新接任的广季庙主委翁明凯表示 起菇要注意的是 起回一只平安菇 明年记得要还一对 这样明年共桌上的平安菇 就会越来越多 庆元宵活动也会一年比一年更热闹